在接受微波除汗疏后 有什么需要避免做的事 医师从民众会在生活上碰到的情况来解释 疏后的护理 我们还是希望你不要剧烈运动 要穿比较宽松的衣服 保持它的血液循环这些 基本上这些恢复的情况 恢复的一些措施 当然比没有伤口的要比较轻松一点 几乎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微波除汗疏后会不会有后遗症或副作用 这也是患者关心的重点 毕竟谁都不希望碰上这些情况 因此术前的了解是必须的 微波除汗这个 虽然说是非清洗性的 他还是有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而产生副作用 其中就是所谓的皮肤的灼伤 还有就是下面被神经虫的一个伤害 但是有经验的医生 还有的操作之下 这两个并发症都可以降低到最低 有没有人不适合做微波除汗 哪些身体状况是不是用微波除汗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做 那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必要的手术 所以当然我们尽量避免妇女在怀孕的时候 做这些没有必要 没有立即性的治疗 当然它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做 因为它是一个非必要的一个手术 对于毛发量较多的民众 微波除汗能够去除的毛发量多吗 医师说明微波除汗和皮肤跟发根之间的关联 根据我的经验 他去除的毛发量也差不多在50%到70%之间 那原因就是说我们微波除汗的层次 我们就英文叫label 我们治疗的label 那个地方刚好也是发根的地方 那这个很合理 本来就是汗腺 还有大汗腺 都是从发根旁边 它的出口就是我们的毛发 所以当然治疗的时候毛发会减少 所以如果有的人他不喜欢毛发 那我们要告诉他 你的毛发会减少